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或者吃的时候会发出声音的这些食物 是可以贴出公告禁止民众携带 但是不可以全面禁止携带外食 好 其实有些业者就表示了 他们并不会硬性规定消费者带外食 反倒是开发多样化的菜单 希望可以增加隐成的手艺 黑色沙发配上大理石圆桌 地板铺上毛地毯看起来相当高级 这里可不是豪宅 而是新北新庄侯惠广场电影院 民众看电影还可以躺在沙发会咖 享受皇家级服务 但有顾客投诉电影院禁带外食 被消保官开罚2万元 民众投诉去年2月 去美丽星红会影城看电影 却被电影院要求禁带外食进皇家厅 业者喊怨没有强迫消费者 消保官互报稽查 影城确实贴出全面禁止 细带外食的公告 当下要求影城改善 7月又借货投诉 业者口头告知 消费者不得细带外食 以消费者保护条例 开罚2万 引发对方不满 一状告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最后却获败诉处分 消费者待外食 会不会影响民众观影权益 该不该禁止让业者很两难 其他影城则不会硬行规定 如果说他影响到其他客人观影 那我们就是以柔性劝导为主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贩卖部 其实对我们影城的收入来讲 是蛮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们也就是精进自己的贩卖部 也能够选到一些 他们喜欢吃的小吃 实际询问国内其他业者 信仪威秀国边影城公关表示 遵守政府规定 除了味道浓郁 热汤呛辣的食物 像是火锅臭豆腐面线 不建议消费者带进影厅 必要使用贴出公告 希望消费者互相提亮 秀太影城则没有硬性规定 反倒提升贩卖部餐点品质 希望增加影城收益 这回提告败诉的美丽心 红会影城接稿前没有回营 但为避免类似争议 其他影城业者开发多样化菜单 除了鸡米花及拿棒 还推出烤玉米花之丸 盼顾客不要细带外食 大家能互相体谅 华日新闻红圣的鲁语新闻报道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